一年的天氣、農業修成及財經預測 人工貴,人請人欄 今年銀行比較水緊 所以就變成不容易借到錢 歡迎大家來到風水獎知識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請在以下按小鈴鐺 以作支持我們這個節目的動力 今次說的是2023年 就是所謂的貴某年套年 通常傳統的通姓 有所謂的春牛圖在第一頁 這個春牛圖跟一個地武經相連 我們通常在古代 因為80%以上的農民 是木不適丁、不適智的 所以他們每年是靠看這個春牛圖 那些牛的身體的各種顏色、方位、地位、左右等等 就作為一個一年的天氣、農業修成及財經的預測 所以似乎這一點比現代的天文台更先進 今年這個季某年的春牛圖 地武經開始就這樣說 高低半熟起 春夏雨袍多 秋冬缺雨水 煙照好桑麻 高低為甚麼呢? 春牛圖的春牛是代表了 一個地區的高低都有的 即是說 舉個例子 如果那個地方是牛頭 就代表一些高原上面的農地 如果在牛腹的牛肚 就代表山谷上面的農地 牛身的就代表平原的農地 所以看那些顏色是不同的 而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這件事 如果這個地武國經說 他就說高低都是半熟起 即是半憂愁 春夏雨袍多 大家知道 春天就有很多冰暴 下雨等 秋冬反而缺水 但今年煙照代表北方 所以有些桑麻好 吾地和縮 和到尾 所以似乎今年都有一個 比較豐盛的年份 雖然有麻煩 人民多疾病 陸促 漲煙起 這個大家不用解釋 看樣子 因為這樣說 其實預兆了我們現在的COVID 就未能夠遠離我們 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風土病 但是就多了一些 譬如豬流感 磚流感之類的 一些綠促的生病 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桑葉之上空 天蟲無可食 那些桑葉失修 因為蠶寵就是叫天蟲 牠們主要靠吃桑葉為生 居然桑葉是現在失修 所以牠們說天蟲無可食 我家的小花園 就撞了一棵桑樹 每年春天之後就有少許桑枝 可以有少許吃得 但是你知 種出來的桑枝 就不及去超級豉籽買一包 一棵這麼多 但是今年 去到秋冬的時候 我所有桑樹的桑葉 全部是 爛的 出現了 變成一條條的 剩下一些葉的桑 即是這個 可能農業專家會告訴我 可能是一些蟲害之類的東西 無端端這件事 又跟現在的桑葉之上空 這句說話就吻合 所以 我現在都在看 今年我的桑樹 有沒有桑葉修成 有沒有桑枝修成 可能我要遲些為大家報道 至於這裏就說 蠶腐酒茫茫 提南相對一 雖得多絲綢 絲綿 廢盡人心力 他就說 雖然很忙 走來走去 並不是很開心 並不是很麻煩 但是 最後都是得到絲綿的 努力後都可以解決 大家又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地武掛港的年代 衣食住行裏面 衣是靠 我們那些絲綢 麻布等等這些東西 就是靠蠶蟲、桑葉這些東西做出來 但是今天我們有 合成的尼龍 各種的絲織材料 所以我們今天的布匹 和衣服、衣理這些東西 就再不像古代 是有一個短缺的現象 明不明 現在大家有很多人 分分鐘 很多女士 家裏的衣櫃 又買了幾十套衣服 都穿都沒穿過 這些情況就不太出現 但是 一會兒我們會解釋 桑葉代表了另一件事 在現實的生活 地武還有一個地武藥 他就說 貴某兔頭風 高低度墨龍 耕夫皆勤眾 儲職在三東 桑葉雖然貴 思棉卻以風 雖然今年是一個比較瘋裂 所有農作業的生產等等 我們在香港更加脫離現實 因為在中國 還有關於大數據 要說人民吃不吃得飽 足不足夠糧食 可以給14億人吃等等 這些問題 今年似乎應該沒有問題 它有一個對聯 寫 世景金逢 貴某年 水來生木亦安然 何如春雨秋林少 致令高田低地偏 就是說 因為春天多雨秋天少雨 所以出現高低田 就有分別了 伴起伴仇無足度 或風或缺實游天 雖之桑貴桑松臥 所可幸成屍 盛以前 所以這個整個東西來講 就是預視了 我們農業上的收成 應該是沒問題的 今年 第二 這個影響到甚麼呢 大家可以 有些買期貨那些 如果純粹炒谷物 炒那些甚麼 這些東西 可能今年會小心一點 因為這麼豐收 未必一定賺錢 未必一定賺錢 今年就說 是甚麼呢 一龍治水 二日得生 十牛耕地 二菇把蠶 蠶食三葉 這幾句呢 我怎樣解釋呢 我有本 寫關於春流圖 這些字面的解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買一買 可以看到總體解釋 我也不在這裡細字細問 但我們可以用來對賭 一龍治水 龍就是代表管水的 龍越多 不過那些水就越多 今年是一龍治水 所以今年整體來說 是比較乾旱的 二日得生 生是 甲若丙丁墓己 更生淫貴的那個生 因為更生兩個都是屬於金 生是屬於陰金 陰金者即是甚麼呢 在古代就屬於 我們交易 小額交易裏面那些 和紋銀 和錢 那些 所以這些錢呢 是反釋出 市 即是用今日的市場經濟來說 就是屬於所謂的 市面流通的貨幣 而今年只有二日 即是說 今年的流通貨幣 就不是很多 那就是第一樣 商人要賺的利潤 就會比較低 第二 如果那些要貼借到日的那些人 譬如我要借很多銀行的貸款 或者借很多這些錢來發展 或者做生意 那今年的銀行就會比較水緊 所以就變成不是那麼容易借到錢 那二日德新也有個現象 可能因為高息 所以你賺回來的錢 都不夠 蓋息 所以其實就比較難借貸 十牛耕地 牛可以由一牛到十二牛 十牛者 即是用十隻牛耕一塊田 代表人力生產 十牛是否貴過一牛 因為十牛吃的東西多過一牛 同樣耕一塊田 要十隻牛才能耕一塊田 所以即是說 今年人工貴 人請人籃 這些東西就在這裏表現出來 二菇把蠶 因為今年是貴某年 所以就屬於二菇 蠶食三葉 蠶食多少葉 是代表生產材料的成本 今年是三葉 由一葉至十二葉 所以今年三葉是比較便宜 即是中便 所以今年生產成本 材料價錢是不會太貴的 這就是整體的現象 至於那些 例如春牛身高四尺八寸 長八尺 尾長一尺二寸 這些其實代表了一些 我們時令的東西 四尺八寸 對不起 身高四尺 代表四季 長八尺代表八卦 尾長一尺二寸 代表十二個月 等等的東西 所以還有一件事 頭黑 新青 腹白 頭黑代表高山的地方多雨水 新青 新代表平原 青色代表和造好的地方 所以今年的大平原收成很平均 但是腹白 山谷上 山谷反而乾旱 所以有機會春天的時候 山區的地方會下雨 所以大家要小心 今年尤其是陰年 那些天災比較多些 包括水災 山紅 山泥傾瀉等等 那些災害 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甚至去到我們普通人 在這些時候 大家如果經常去行山 就要小心山間 等等那些 或者上到山頂上 等等那些適慶的問題 至於圖本身 你看到這隻牛 就站在木桶 木桶 木桶我們就叫做 芒臣 芒臣的後 即芒臣站在牛的後面 就代表了 今年 立春是遲過過年 你明白嗎 這隻牛 就 踏在 縣牙的右邊 就代表它是陰年 如果這兩個東西 擺在縣牙的左邊 古代 就代表是陽年 古代的蒙民 就是看著這幾樣東西 就知道今年應該種些什麼 譬如今年水多 就要種些 多些水的滴物 如果今年乾的 就要種些乾的植物 等等 所以就不同的適應 這個就是大概的 春牛圖所顯示的現象 多謝各位 如果想緊貼最新 最齊的生活消息資訊 立刻下載 ETNET財經生活app 或者 去etnet.com.hk看吧